不用去管,现在不用管它了 真的如果要写成字的话 你程式要了解它的物件之间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看看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要多了解一下触控的部分 那触控的部分当然有 有一些像这个tap 就点一下,对不对 那然后呢 有的时候你会这个做drag跟scroll flick,我会drag 抓下来抓,或者是flick 我就很快的这个在上面 上面这个动,对 然后我会typing 那pinch是很重要的 pinch这个,我记得我拿到Android的时候 我第一个动作是看到地图以后 我就会把它两个手把它拉下来 结果,就我这个 我这个已经被 被我的研究生拿去玩了一段时间了 他就说,啊,蔡老师一定会做这个 为什么,因为iPhone里面 他一定pinch就会把地图给扩大 对,那这个Android上面 他没有支援这个 没有支援这个pinch的这个功能 那在viewport里面 把这个viewport是这一块的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 好,那这个在 在iPhone的window里面 它如果是直的摆的话 那上面,上面这一块叫做navigation bar 就是navigation 那下面就是像浏览器 我要做,你写一个应用 让它有浏览的时候呢 上一页下一页 那这个就是navigation 或者叫navigation bar 像譬如说我的这个 联络人,就是navigation bar 那在这个萤幕的最下面 就会有一个这个叫做tap bar tap bar的话就是一些特别 你要加的功能 你的功能或者就是时间啊 或者什么,那这个叫tap bar 你每一个应用都可以自己加上 自己的navigation bar跟tap bar 你要写应用的时候啊 那来做这个 好,那我们来看看touch怎么做啊 touch的话 我们看几个简单的single跟 一个手指头跟两个手指头的这个部分啊 然后它的事件怎么产生的 跟怎么走的啊 那single touch 那一开始就是这个样 然后呢 你touch到它的时候呢 你touch的位置啊 那所以这个 在touch的废话这个是begin 它location是160、120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没有 没有touch,对不对 我touch到这边的时候呢 那一放下去的时候是begin begin以后 如果我没有离开 那往下拖 那你就看到它那个location location就变了 就往下,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move的事件 你就可以处理了 就可以处理move的事件 然后再继续往下 location继续变 那这个时候touch继续move 这是move的event继续 你就可以处理move的事件 那再继续 到下面 手拿开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 就是你的这个face就end了 你touch 你这个touch的face就结束 就是face end的这个 这个状况 就touch enable 这个disable的 不是enable的 或者single 那如果你是两个手指头呢 两个手指头的话 我说它multi touch 就是好几根手指头可以用 因为touch跟move不一样 所以这个 两个手指头的时候 你第一个手指头放上去的时候 放在这个位置 begin 那这个touch是 0123 0123 然后这个 你再动 你再动的时候 这个位置改变 那另外这个 这个touch的时候呢 这是 ABC 0xABC 应该是ABC 所以那它这边begin 那这个 那这个 左手这个还没有拿上来 然后呢 两个都可以继续的move 那move到 那 那move到这边 你这个 你不动了 这个stationary 你就不动了 那它还在move 那两个离开 两个face统统统结束 所以那这个 这个代表 这其实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 这个只是说 最基本的 它的API里面都有提供给我们 这对move touch的这个 基本的处理 里面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那刚刚是一个view 如果是两个view 在这个windle里面两个view的话呢 也一样了 那这个touch 在这边开始 然后这个做 然后那边 这边这个begin 然后再 两边都可以幕 但在两个view里面 那当然是不同的 不同的touch的事件 然后再离开了 那就是move view的touch 那 那iPhone的touch的gesture 有哪些啊 有很多了 那 那有bubble flick 然后 那 那这个 Apple最近 不是最近 前一阵子在拿它三个手指头的 那个去 去申请专利了 两个时候三个手指头 这个它去申请这个 专利了 那 那 那pinch touch 这些 这些gesture的 我想我就不详细谈了 有好多其他的gesture pinch pinch open pinch close 这个 sweep 像 像我们这个 比如说 我刚才有提到 如果说要 比如说我要看照片 要下一页下一页 怎么怎么做 我要下一页下一页的话 就是 就是我的侧嘛 就是我下面 我 我看方向 我看这个位置 是 你是要往上面一页 还是左一页 还是右一页 我下去的这一点 跟下面这一点 是 是往上 还往下 还往左往右 对 然后接下来 我就把下面的 下面那个 那个照片 就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 那个层子怎么写 就是 就这样写而已 就把 就你算了你的这个 算你的touch的方向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上下左右的另外一个东西给它办 在那个image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啦 那response chain 我想这个我就不谈了 这个是有hierarchical的 我想这个也不谈了 那一些device插位啦 camera 然后image picker image picker的这个 这是它提供给你 就可以直接用的啦 photo的这个library 你在这个iphone里面的photo 都可以直接做啦 那location的话也可以 那location里面好几个啦 这个 基地台 这个wifi 或是卫星 都可以 三个都可以帮忙你定位 合起来定位 那加速器的话 加速器的话就是 你是这个 我直的时候是摆了这个样 横的时候就要长得像 长像这个样 直的时候 荧幕直的时候是这样 横的时候 那主要和 这xyz轴怎么分 这个x轴横向的 y轴 z轴是前后 动的时候的这个 那好像提供API给你了 那当你震动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它的 它是physical的orientation 还是interface orientation 就是这个 我都不详细解释 我看例子好了 就是你像 我像这个照片 你是可以 所以像这个应用 它的title是这个 但是就是你横过来的时候 它应用并没有跟着你 应用的title 应用的这个navigation bar 跟这个type bar 它现在是整的 这是里面的内容 是变得很像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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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个呢 刚刚这个是 你的应用跟内容呢 全部都变成 全部都变得很像 那这个就是有透过这个 三轴加速可以去 侦测 好 那我想 我们再休息五分钟好了 再继续 Android的部分 给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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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